您好 我订的是一点点奶茶 怎么是星巴克啊 你们是不是送错了 没有啊 白娇娇订的 心灵姐 你这奶茶应该先送啊 喝完星巴克再喝奶茶 没味儿了 娇娇姐是女一号 资历又比我深 她请大家喝贵的 理所当然吧 没有没有 我就喜欢喝奶茶 这咖啡太苦了 这主生我本来就不错了 得喝点甜的 要不然怎么都得刺激了 说啥 什么甜的苦的呢 人家没订你的 你喝点水吧 上面有杯吧 知道了 给我拿过去 来 帮我帮我去 怎么了 以后可别这么说了 今天呀 改通告的事 是白娇娇找的导演 他也帮了你们 你 你今儿要是替福方说那老东西来说话的 你都赶紧走人 我怎么能替他说话呢 男女闹矛盾再有理都是男人的错 我今天找你吧 就是想咨询一下有关理财的事 你上回跟我说了一嘴 我觉得你特别懂 所以我就想拿出一分钱来 让你帮我理理财 行吗 行啊 说吧 你打算拿多少啊 刚开始了 你别太多 小事牛刀 五十万行啊 郭大鹏 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你交朋友吗 因为你老实 你就那点小心思吧 你全写脸上了 五十万 那三十万给我还上 剩下那二十万呢 买个安心的你还是想包养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那你什么意思啊 福方叔的钱我都不要 你们算老几 我要你的钱 我真是纳了闷了啊 我牛眉 这是有多大的魅力 让你们这些男的一个一个的上赶着 给我送钱 特别有魅力啊 真是听不懂好莱话 就你这智商 你还跟我绕弯子呢 你别生气啊 我是 我是 我是这么想的 我知道你现在特别需要钱啊 而我又特别有钱 我为什么就不能帮你呢 用不着 我要帮忙 我自然会张口 你说你们这些男的 怎么就一个个 就那么自以为是啊 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别人的好意呢 我也好老胡也好 我们大家都为你好呢 我是吧 你知道我最讨厌哪句话吗 哪句话啊 我们都是为你好 我最讨厌这句话了 我不愿意欠人人情 特别是朋友的 可我要是欠了朋友的钱 我一时半会儿还不上 你说我这心理压力得有多大 往后还怎么相处 再说了 我平时遗旨气使惯了 我还是欠你们的钱 我以后还怎么嘚瑟呀 心理上我就矮了半截 这什么 后日子还怎么过呀 要不这样 我替你还钱 然后你陪我聊点姐妹儿 按小时收费 怎么样 顾大宝 我在你眼里是什么人 你不把我当三陪啊 我奶奶战四一颗松 不动不咬我做如钟 你敢对我动花花肠啊 滚蛋 你做梦 别会儿做柴姐 心理医生 走 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就 心理医生知道吗 心理医生你 你心里他们全有病 别做柴姐 滚蛋 给我吧 稍等一下 你去吧 来 看这软带人家姐 我给你买的奶茶 还是以前你喜欢的那个口味 而且呀 加得托致牛奶 不会胖的 那行 那你先看剧本 我先走了 等一下